部分香港第三季度的經濟資料現在出爐了 看看第三季度 訪港旅客急跌26% 創了16年來的最大跌幅 持續多個月的暴力衝突 重創旅遊、飲食、酒店、零售行業 商務和經濟發展局的今天27天 回覆立法局書面質詢時指出 今年的第三季 整體訪港旅客比較年同期 急跌26%至1,190萬人次 是自從2003年第二季以來 最大的暴力跌幅 訪港旅客的跌幅在10月份 超過40% 而上半個月跌至50% 處理商務和經濟發展局局長陳百里說 今年訪港旅客的數字 頭三個月錄得增長 但到7月起就由升變跌 酒店亦都連帶受挫 酒店房間平均入住率 由去年第三季的91% 跌到今年同期的72% 酒店的實際平均房租 亦都較同年同期回落了16.2% 與此同時 與消費和旅遊相關行業的失業率 由第二季的3.9% 上升至8至10個月的5% 是自2017年年初以來最高的水平 當中飲食業服務業的失業率 更加由第二季的4.3% 急升至8至10月的6.1% 為超過六年的高位 這個行業合計 就業人數按年跌幅 由第二季的0.8%大幅 擴大到10月的7.1% 與第二季比較 業內就業人數合計 少了大約是47,000人 即是說 47,000個家庭現在的收入 就嚴重受到影響了 飲食業的失業率 飆升至6.1% 盧福局了計 升幅會持續 超過5個月的反修例 他補充說 現在有部分以前出現 人所控制的行業 開始吸納失業 顧預計 因為失業率會短期內 會有回落的質仗 但相關行業的人手空缺 填補充足之後 失業的情況 將會更加明顯 他繼續指出 政府會加強培訓 和配對工作 幫助失業人士轉學 希望短期內可以填補 長期缺乏銀手的空缺 好像保安 或者照顧行業 長期會研究 做更加多的 就業機會吸收人才 並向貧豪家庭 加壓的資源 以刺激經濟 任何情況都是 當經濟下行的時候 最受影響的 就是低下層 通常他們是首當其中 因為中產階級 一般都有一個固定的職位 而職位很多時候 有一個合約在 所以就算經濟下行 那些僱主要繼續請來 但是低下層 很多時候就是散工 段時計段日計 所以當經濟不好的時候 這班人首先 受到衝擊 而這班人 亦都因為他們是低下層 他們的儲蓄是最少的 而都因此對他們的影響是最大 那所以呢 其實今次這個反送中運動 其實大家真的要考慮一下 為什麼 香港要害到這班人 這班最需要工作 而且呢 首庭口庭的那班人 現在最受影響 其實大家想不想 真的 真是害人不淺的 這件事